4月初回上海时 拜访了杭州西纸湖四季酒店 春天一切生意盎然 美丽的春光洒满整个房间 真的春天来了 人间四月天大概叙述就是这个景象 时隔一段时间与朋友们在金沙厅重逢 特别的开心 你办主厨私宴的活动都是一年会做几次 什么季节上次是谢宴 去年冬天的时候才没想出来 真实的原因 在江南来说春天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好的食材 你看就除了没有瓜果 因为它季节没到嘛 现在都是在开花的时候 对对对 那庭园景观会给你灵感吗 做菜灵感来自于什么 灵感不见了 那挺放松的 我们现在有非常稳定的那么一些人 看菜单我就知道他们来了 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他们可能真的吃这东西啊 可能他第一次来他吃这样 可能十年以后他还是这样的 对他们很稳定的就这东西 我很好奇 我常常都很喜欢接见别人这种菜单 留多一点时间 最好自己出去走走看看 然后最好是团队有空带到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一下 主厨思宴以春季时令食材为主 空间也布置得如梦似幻 这场趣味恒生的思宴 共呈现了十一道菜 与七款配酒 王师傅用菜花和蝉豆泥做了个搭配 加了云南的香园 代表着春天的繁花盛开 但不一定所有的瓜果都会有结果 有一种青色的味道 所以主厨王勇选择了带点苦味的香园丼 配菜式菊花菜 表达了主厨对春天最直观的感觉 王师傅特别喜欢吃盐菊鸡 所以用盐菊的方式做了一道橡白棒 So happy 盐菊最迷人的地方在于 香料的搭配 入口时有各种复杂的香味 保留了橡白棒鲜美的口感 薄荷汁和熬虾 松子的油性与甜味相互呼应 从熬虾尾部开始吃 用松子卷起来一起吃 味道清新而独特 鸡汤以白胡椒调味 搭配了香气铺鼻的九层塔普菜 和鲜嫩的包片 前姜鰻鱼经过蜜汁烧烤 口感鲜嫩 搭配了炸海胆 和虾头酱笋姜汁 层次丰富 非常的重口 此时又需要一碗白饭 随后又来一个重极 河豚白子经过油浸的处理 口感鲜嫩 整锅的汁是橘白纸 撒上榨汁金黄的蒜头 配酒是Keller Hoopaker 欢厚 热带水果突出 与榨蒜势均力敌 王勇使用湖南菜 姜辣压长的原理 将其中的胶质包出来并过滤 待花椒刀鱼酿好后 再用提取出来的汁液微煮 将刀鱼去骨 只保留肉 这个工艺有一定的难度 红烧樱桃和牛 搭配了鸡汁春笋和爽脆的芥兰 口感丰富 是平常红烧肉的和牛版本 此时已经相当的费酒 以小豌豆和肉酱为基础 搭配了鲜嫩的秀蒸虾和焖饭 味道美味可口 并加入了少许虾酱 鲜味十足 米饭更有层次感 加入了肉酱的油脂 让虾更饱满 口腔中的感觉更加丰富 这道菜的层次感非常出色 带来了不同的口感体验 搭配春天的小豌豆实在太美妙 忍不住追加了小豌豆 第一道甜品是燕窝枇叭霸 枇叭霸中加入了燕窝 口感清凉爽口 Sobet 以樱花为主题 樱花制制作成Sobet 的形式 散发着淡淡的梅子香气 大饼油脚有没有吃过 没有 有没有吃过大饼油脚有没有 没有 而这令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当晚甜点之后的隐藏菜单 已经酒足饭饱的众人 被邀请进入厨房 不禁发出金湖 人间四月天能跟喜欢的人一起度过 是幸福 这不是一份理性的菜单 甚至有点实验性 每年来金沙品尝它天马行空的创意 总是让人万分期待 总是让人万分期待